致軍政府今年2月1日半邊奪權 終結緬甸短暫的民主政府時代以來 76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基就被囚禁至今 根據緬甸一監督團體統計 當地爆發全國流血抗爭以來 已有超過1,300人喪生 1萬1,000多人被逮捕 昂山素基原本要聽取違法進口並持有對港機罪名的判決 軍政府對他指控一系列的罪嫌 恐令他餘生都要在獄中渡過 然而有知情人士告訴法生社 法官決定將宣判日期然後至12月27日 但未有解釋原因 昂山素基在本月早前依據煽動與違反中共病毒防疫規定罪名 被判處4年徒刑 而這項判決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隨後減刑為關押他在目前囚禁地點兩年 但這地點並未有對外透露